北京时间2月13日,胡仁客场挑战勇士,胡仁,正值二连败,且排名西部第九,勇士也遭遇二连败,不过排名西部第二,这两支球队对决关注度很高,而且,这场比赛,还是詹姆斯的里程碑夜晚。 上半场詹姆斯18分,第三截三分,命中超越贾巴尔,21分,詹姆斯NBA总得分,只差19分,就超越天沟贾巴尔,成为历史第一人,詹姆斯目前是44131分,贾巴尔,为44149分,这个总得分,是常规赛,加进后赛。 赛前,胡仁主帅沃格尔,谈到了詹姆斯的历史总得分纪录,那会很酷,那是不可思议的,中家或生涯完美一切的成就,都令人惊叹,我一直相信,他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球员,我希望他能达成纪录。 他改变了很多规则,他处于生涯后期,却能保持超高的竞技状态,与他的自律有关,AB倒下后,他甚至愿意打中锋,他参与了很多挡拆,顺下诈数。 勇士主场,已经融入胡仁球迷,等待詹姆斯,创造这项记录了。 开场,詹姆斯制造库宁家反规,两把全中,他距离超越贾巴尔,还差17分,随后,詹姆斯助攻布拉德利,三分命中,随后,詹姆斯连续突破库宁家没有哨子,库宁家,还完成了两次暴扣,威少防手端,各种漏人,戴维斯送出大帽,詹姆斯终于完成了一次快攻突破,布拉德利抢断后,詹姆斯完成暴扣。 勇士暂停后,詹姆斯冲击完下制造犯规,只可惜两把不中,威金斯转身命中,库宁家快攻,轻松得手,沃德尔被打停,詹姆斯,被换下休息。 还剩2分43秒,詹姆斯登场,詹姆斯转身拉杆上篮,命中努力追分。 首节打完詹姆斯,拿下了8分,距离超越贾巴尔,还差11分。 第二节开场勇士打出7比0的高潮,詹姆斯前场篮板,打破得分荒,克兰命中两个3分球,威少上篮,被干扰球,还落后12分,詹姆斯第一个3分,命中科尔立马暂停。 戴维斯强持鲁迷,打成2加1,终于再一次拿分了,詹姆斯冲击拿下第15分,詹姆斯3分再中拿下第18分,还差1分,就超贾巴尔,詹姆斯3分再中。 詹姆斯上半场,12中期,3分3中2,拿下18分,6篮板3助攻,他还差1分,就超越贾巴尔。 第三节开场,詹姆斯助攻,威少张兰命中,随后,又助攻威少命中3分,终于3分命中,完成超越贾巴尔,詹姆斯21分9篮板8助攻。 文言小白